电煤需求激增 运煤通道迎来高峰 货车站道抢行隐患多 山西展开大型车辆专项整治 提升通行能力 高速路上错过出口 女子赌气横躺超车道 驾驶员操作不当 撞摩托车后又撞树 从今年的4月初以来 格力集团筹划转让 格力电器股权的消息 引发了不少关注 12号格力电器发布了公告 珠海国资委以原则 同意格力电器国有股权 转让项目的公开征集 受让方方案 那根据预算想要接盘 必须要准备好 近400亿元的资金 那么受此消息的影响 格力电器昨天的股价 高开高走 最终报收51.36元 涨幅1.95% 珠海格力集团 你通过公开征集 受让方的方式 协议转让其持有的 格力电器9.02亿股股份 占格力电器总股本的15% 转让价格除全除息后 不低于44.17元每股 按照最低价测算 接盘成本将不低于398.41亿 除了高额资金 意向受让方 在提交申请之前 还要缴纳63亿元 作为缔约保证金 此外 数让方还需要具有 推进珠海市产业升级 或产业整合的资源 珠海国资委表示 此次股权转让 是推动国有企业改革的关键举措 目前格力集团持有格力电器18.22%的股权 在转让15%股权后 格力集团仍可保留3.22%的占股 因此可以在格力电器董事会保留一席之地 预计下半年 明年很有可能我们国企改革落地的进度速度 可能会大大地超出市场的预期 像军工油气电信 那么这些行业包括电力 这些行业都是国家重点提到的 已经是推出了很多的国企 混改改革这些的方案 两个月前 上市公司海印股份高调宣布 9亿元投资非洲珠瘟神耀 时隔两个月因上述公告 涉嫌信批违法违规 海印股份及公司三高管均遭到惩罚 8月12号晚间 海印股份公告称 广东证监局下发行政处罚决定 认为海印股份及相关当事人的行为 违反了证券法第63条第68条的有关规定 构成证券法第193条所述的 信息披露违法行为 决定对海印股份处以35万元罚款 对海印股份董事长邵建明 给予警告并罚款10万元 对董事兼总裁邵建家 董事兼董秘攀位给予警告 并分别罚款5万元 记者多次尝试拨通海印股份董秘电话 但始终未能接通 您拨打的用户正忙 他将会收到您此次呼叫的短信提醒 结束请挂机 今年6月12号海印股份发布公告称 拟投资用于防治非洲猪瘟的金猪多糖注射业 当日海印股份开盘疾风涨停 6月13号深交所向海印股份发出问询函 当日晚间农业农村部也在官网发声 相关企业并无受药生产资质 7月26号 海印股份因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 被证监会立案调查 8月12号晚间 海印股份收到广东证监局 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 针对此事件 律师表示 根据司法解释 在2019年6月12号至2019年6月24号期间 买入海印股份股票 并且在2019年6月25号后卖出 或继续持有该股票的受损投资者 可以起诉索赔 只要是在6月12号追高 买入的这批股民 都可以在证监会立案之后 拿着立案通知书 就可以找当地的人民法院 去提起香港人民的民事诉讼 去进行要求赔偿 夏季电煤的需求量激增 这几天 山西主要的运煤通道之一的 G18融屋高速一马领断 迎来了运输高峰 平均的日车流量达到了近2万辆 然而货车长时间占用 左车道超车抢行等交通违法行为 不时引发交通事故和道路拥堵 加重了通行压力 G18融屋高速 山西一马领收费站 是运煤货车出省的重要关口 进入夏季运煤高峰 这里平均日车流量将近2万辆 其中8成以上都是运煤货车 记者驱车沿着G18融屋高速 山西段行驶 发现沿途一些电子屏和警示牌 都在提示货车司机 大型车辆靠右行驶 严禁占用左车道 然而个别司机却对交通安全法律法规 视而不见 冒险变道抢行 通过航拍镜头可以看到 在这条单向两车道上 大多数货车都在右侧车道 依次排队等候通行 而空出的左车道 供客车私家车通行使用 但记者随警巡逻中发现 不耐心等待 随意变更车道插队抢行的行为 时有发生 有不知觉的吧 你一般啥感觉 威胁的 我们肯定不愁 看左边没车 就直接往前走的那种 就是都遵守交通就好了 车流量太大 你一个差后面全堵住了 一停车后面的车就都堵住了 据统计 2019年上半年 山西高速交警二支队 在G18荣屋高速 共查处不按规定车道行驶 抢行等交通违法成为701起 由此引发的交通事故两起 看这辆车它违法变道 出来了看 进入左车车道了 结果造成了三车追尾的事故 这起事故造成了一人受伤 三车损坏的后果 为了预防和减少交通事故 提升运煤通道通行能力 山西高速交警开展了 大型车辆靠右行驶 严禁占用左车道的专项整治 G18荣屋高速山西段坡斗弯多 为确保行车安全 对大型货车进行限速 根据山西省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 办法有关规定 大型货车应靠右车道行驶 严禁超车中长时间占用左车道 夏季运煤高峰 山西交警加大巡逻力度 严查运煤通道上的抢行现象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 第90条规定 交警对司机进行了100元罚款 驾驶证扣三分的处罚 除加大巡逻管控力度外 辖区交警还在桥梁隧道 上坡等易发生事故路段 利用无人机电子监控和蹲手抓拍的方式 采集此类交通违法行为 进行专项整治 2019年以来 这条运煤通道上不按规定车道行驶 抢行的发生率已降至2% 同比下降31% 这些年我看就咱们这个交警 这个转的来回这个转的挺好的 他一般的像我们常跑的人就知道了 他一般的情况就没能插队 目前山西交管部门在大车靠右行专项整治的基础上 正向探索打造货车专用通道方向转变 进而提升山西运煤通道的通行能力 来关注出行安全 最近在江西赣州一辆半挂车驮着一辆压路机 在收费站刚刚缴完费 压路机上的一根钢棍就掉了下来 导致收费停左侧窗户被捅坏 从监控画面中可以看到 当天傍晚6点38分左右 一辆半挂车驮着一辆压路机正在赣州西收费广场缴费 当车辆交完费驶出收费车道时 压路机上的一根铁棍掉了下来 正好砸在收费港亭窗户上 瞬间整个左侧窗户往港亭内倒下 索性收费员当时正好站起来 去寻找空调遥控器才未被砸中 身后户廊传来一声巨响 回头一看整个窗户的窗下 被车上的铁棒给撞了下来 此次事故造成了收费港亭窗户 整体脱落收费站防撞柱轻微凹陷 货车驾驶员当下对脱落的窗户进行了维修 并对损坏防撞柱进行了赔偿 前几天在云南 一对夫妻在高速上开车 两人拌嘴 妻子一气之下 是将车停在了应急车道上 然后躺到了超车道上 非常的危险 究竟怎么回事 我们来看一下记者报道 当时我们到的时候 就是他也是一直在哭 然后男子呢 男子也在外面哭 男子的妻子坐在车辆后排 在被丈夫从超车道拉回路边的时候 手被蹭破了皮 夫妻俩哭成泪人 仅仅是因为妻子开车不识路 错过了高速的下口 夫妻俩在争吵的过程中 火气越来越大 妻子一气之下把车停在路边 冲到超车道上躺了下来 幸亏当时这一路段没有车辆经过 因为女子情绪比较激动 男子又喝了酒 考虑到这一家三口的情况 民警驾车将他们送到医院 先行看病 在当地住一晚 再驾车回昆明 而女子躺在超车道上的行为 如果一旦引发交通事故 那就涉嫌以危险方法 危害公共安全罪 警方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真的冲动是魔鬼 我们再来看下一条 最近重庆长寿区 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 一位新司机在驾驶车辆的时候 由于操作不到 先是撞上了一辆摩托车 之后又撞到了路边的大树 非常的惊险 当天 交警接到报警后 立即赶往现场进行处置 我们赶到现场时看到 一辆白色的小车 立向着停在人行道上 车头部位严重地受损 一辆摩托车 倒在道路的中央 摩托车的驾驶员受伤 坐在路边 附近的监控视频 记录下了事故发生的全过程 当时这辆白色的小轿车 在通过一个弯道的时候 由于驾驶员操作不当 险些撞上了路边的一名行人 随即该车 右向左急行 驶入对向车道 撞倒了一辆正常行驶的摩托车 转完的时候 完全大了 转过来有路人 为了逼让路人 就打左转向 转过去 刚好遇到摩托车下来 转到后头的眼都 转到手上 整停了 此次事故造成小轿车和摩托车 不同程度受损 索性 摩托车驾驶员只是轻微受伤 目前 案件还在进一步的调查处理中 最近一名醉酒男子在火车站的站台上 不肯出站 叫嚷着非要让站台的工作人员送他回家 影响车站正常秩序 最终被铁路警方依法处理 8月4号晚21点 动8410到桂林北站后 一名旅客在车站站台停留 不愿意出站 并与列车工作人员争执 民警接警后立即赶赴现场处置 经了解 这名旅客是与朋友饮酒污点 没赶上火车后 错误地改签了车票 致使没能到达原定的车站 这位旅客当时是因为大量饮酒 然后导致了耽误了行程 于是他本来是想坐 永福南到桂林站的列车 于是改签了永福南到桂林北站的车 民警在现场对该男子进行了多次劝说 然而男子仍然大吵大闹 不愿意离开 起跑 带进去 抓住 抓住 带进去 在这里呼叫闹事 我没闹事吧 我警告你上去的 男子被带到派出所里 仍然不停胡搅蛮缠 最后民警依法强制约束旗到酒醒 直到第二日早上 男子才渐渐恢复了意识 最终该男子因扰乱公共场所秩序 被警方依法罚款200元 最近在黑龙江省吉西市 一名醉酒男子强闯火车站 暴力抗法被铁路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监控画面显示 一名男子冲闯火车站进站检票口 受到车站工作人员的阻挠后 男子伸手推导客运员 强行闯入 正在直前的民警发现后 立即上前阻止 该男子不顾民警劝说 继续翻越护栏门 闯进站台 试图强行登城列车 由于男子拒绝配合民警执法 多次警告无效后 民警依法使用催泪喷射器 将其制服 强制带至机西站排出所 做进一步处理 经讯问 男子下班引久后 前往机西站售票处购买车票 在被告知 列车即将发车 已停止售票后 便强闯车站 想要强行登城列车 目前该男子因涉嫌妨害公务罪 被铁路警方刑事拘留 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近日在浙江海宁火车站 有一名旅客为了图方便 跨越栏杆进站 被民警拦下后 反而推荡辱骂殴打民警 扰乱了旅客的正常进站秩序 近日在浙江海宁火车站进站口 旅客杨某取完车票进站 见进站旅客较多 他竟然直接从案件仪一侧 栅栏上翻了过去 直前民警发现后 立即上前劝阻 并核查杨某的身份证和车票 情绪激动的杨某 不听劝阻 伸手抢夺身份证和车票 民警对其进行警告后 杨某反而对民警不停辱骂 推荡甚至殴打 导致进站口秩序混乱 大量旅客无法正常进站 随后海宁站派出所 增援民警辅警迅速赶到现场 经警告无效后 果断采取措施 将杨某控制住 此时杨某的妻子李某 情绪失控 上前阻碍民警执法 甚至对民警进行殴打 随后民警将杨某李某 一同强制传唤至派出所 杨某李某对自身采用暴力手段 阻碍民警执法的行为 供认不讳 并对自己的过激行为 表示后悔不已 目前杨某李某 因涉嫌妨害公务罪 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近日在陕西安康火车站后车厅 一名男性旅客在后车时 突然瘫倒四肢竞篮 正在车站直勤的民警和后车的 医务人员全力抢救救援 监控视频显示 一名男子坐在火车站 后车大厅的座椅上 双臂突然出现严重的抽搐 几十秒后 从座椅上倒地不起 赶至现场的直勤民警 和铁路工作人员 第一时间拨打了120急救电话 并通过广播找来一名 正在后车的医护人员协助救治 晕倒的男子神志不清 且无人同行 民警一边施救 一边通过男子身上的手机 联系了其家人 了解到该男子患有癫痫病 大约十多分钟后 120医护人员赶到现场 对这名男子进行了初步的检查和救治后 众人合力将他送上救护车 目前该男子已脱离生命危险 暑假期间带孩子外出游玩的家长 一定要格外的注意 看护好自己的孩子 移民走失或走散 最近北京南站派出所 就接连帮助了多名儿童找到家长 近日北京南站派出所 接到孙先生报警求助 称自己八岁的儿子乘火车 从沈阳到北京南 由于自己记错了车站 前往北京站接站 时间赶不及 担心年幼儿子下车后找不到家人 希望民警帮助其接一下儿子 以免孩子走失 接到求助后 民警迅速前往该列车上寻找孩子 随后民警将孩子带回派出所 半小时后 孙先生赶到接回了儿子 在同一天 民警在巡逻时 发现一名小男孩在哭泣 身边也没有家长陪伴 经过询问 民警得知 其是与家长走散了 随后一边帮助小男孩广播寻人 一边继续带着孩子 在战区内寻找 最终找到了交集的家长 最近安徽合肥的刘女士 接到了一个电话 对方自称是通讯管理局的 说监测到刘女士 有银行卡在北京 涉及诈骗和洗钱 可能要对她进行起诉 接到这个电话之后 刘女士信以为真 而就在这个时候 合肥市反电诈中心 接到了公安部推送的预警 说刘女士可能正在遭遇电信诈骗 辖军的警方立即展开拦截 警方介入后 刘女士在与骗子的电话通话当中 连环追问 差点是逼疯了骗子 而让骗子没想到的是 在对话过程中 反电诈中心的民警 就在看着他演戏 在电话里 这名骗子自称杜警官 他严肃地告诉该女子刘女士 因为涉嫌洗黑钱和诈骗 国家已经发布拘捕令 要拘捕他 国家真的确实已经发布拘捕命令 要拘捕你 好 那你说这个事情该怎么办 我跟你讲 很简单 你必须要提出一份财力证明 你必须要筹借一个担保资金 大概三万块钱 放在银行卡里来配合国家调查 但这位杜警官不知道 此时合肥市反电诈中心的民警 就坐在刘女士身边 看着他演戏 你们不怕我跑了吗 不怕啊 我只要抓一个人轻轻松松 我怕你逃什么跑 对不对 你有本事你就逃出国外 对不对 三十年以内都不要回国 坦白我讲说你要逃 我 要逃不逃我也抓得到你啊 逃在我公安局是不是 电话中刘女士提出 要看一下对方的证件 这让所谓的杜警官很不高兴 骗子还在电话里 跟刘女士假装委屈 称很多群众分不清 谁是骗子 谁是好人 让他们很辛苦 在民警的指导下 刘女士不断提出 为什么公安会在电话里办案 为什么要把钱 转到安全账户里等新的疑问 而面对一连串追问 这位杜警官有些气急败坏 竟然承认了自己是诈骗头目 8月11号 在浙江安吉 有一位粗心的妈妈 将一岁多的宝宝 反锁在了车内 当时宝宝是满身大汗 啼哭不止 好在附近执勤的寻特警 发现的急事 杂窗救人 避免了惨剧的发生 8月11号中午 安吉县公安局 指挥中心 接到市民报警 称新浙北大厦停车场 有一名一岁多的宝宝 被困车内 情况十分危急 随后正在附近执勤的 寻特警队员赶到了现场 由于孩子坐在后座的儿童座椅上 为避免碎玻璃非箭造成二次伤害 寻特警队员 随即掏出警棍 砸开副驾驶的车窗 打开车门救出儿童 事后记者了解到 当时孩子母亲从超市出来 打开车门 把宝宝放在了儿童座椅上 接着又把车钥匙 随手放在了车内 等他回身拿起地上的物品时 突然一阵大风刮来 将车门带上 于是就出现了开头的一幕 我们再把视线转向到广西桂林 8月11号上午 在杨硕 两个十四五岁的女孩 在江边玩水时 不慎是滑入到湍急的水流 正在这个水域工作的罚工 邓宇峰发现之后 是立即跳入水中救人 由于女孩们落水处 水位较深 且水流湍急 其中一名女孩已沉入水底 随时有生命危险 邓宇峰直接向这个女孩的方向前去 我看见的时候 就是发现有一个沉下去了 然后暗设有个他伙伴 就在叫救命 直接跳水 潜下去就救人 抓住第一个女孩 并将她拖出时 邓宇峰的其他六名同事 已经驾驶竹筏赶到 邓宇峰再次潜入水底 捞起第二名溺水女孩 与同事合力将两名女孩救上竹筏 由于行动迅速 救助及时 两名女孩均无生命危险 我们再来关注到 力气马过后的消息 应急管理部昨天发布了消息 截至昨天下午四点钟 力气马共造成了浙江 上海 江苏 山东 安徽 福建 河北 辽宁吉林九省市 1288.4万人受灾 204万人紧急转移安置 同时力气马还造成了 1.3万间房屋倒塌 1.9万间不同程度损坏 农作物受灾面积 996千公顷 目前各地灾后恢复工作 正在迅速展开 昨天力气马在山东省 烟台市西北部 近海减弱为热带低压 强度继续减弱 中央计划台上午10点 解除了台风蓝色预警 并于昨天下午 已经停止了对它的编号 但力气马带来的强降雨 危害依然很大 还会给东北地区带来强降雨 说到力气马 减弱之后 低压槽环流和西风槽的共同影响 13号到14号两天 吉林省的雨势强劲 13号20点16分 吉林省气象台发布了暴雨的橙色预警 四平地区低洼路段 积水严重 从13号下午开始 吉林省四平市开始降下大雨 四平市山门站 一滴洼处水深严重 积水最深处达1.5米 导致多名群众被困 当地出动两辆消防车 10名消防员现场处置 目前已经转移群众30余人 在四平市铁东区六孔桥 由东向西方向已经因积水严重 临时交通管制 一辆轿车驾驶员并未听从交警指令 强行通过 导致车辆在桥下积水处熄火 随后民警帮助驾驶员将车推出积水地带 别再打火了 你马上联系吧 就是有维修资质的 专业维修人员到现场看一眼 13号20点16分 吉林省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 截止到13号23点 四平地区最大降水量达144.8毫米 预计降雨将于14号白天减弱 受台风利骑马外围气流影响 河北青黄岛也遭遇到了狂风暴雨天气 8月13号早上 河北青黄岛市周围海面出现7级左右的大风 青黄岛市气象台发布了台风蓝色预警信号 8月13号上午 青黄岛开布地码头周围的海面上 出现了7级左右的大风 海上能见度只有5海里 青黄岛市所有的客船全部停航 小型船艇全部上岸 货船也全部停止作业 停靠在港口的船舶 拉大了间距并加固了阑绳 此外 青黄岛市山区沿海所有景区 目前仍在关闭中 景区开放时间将是天气情况另行通知 台风利骑马外围气流 还给青黄岛带来了强降雨 8月12号9点 青黄岛市石河水库 开启一孔意红道闸门泄洪 截至8月13号14点 石河水库水位为55米 与汛线水位持平 从利骑马台风登陆浙江 并造成严重洪水灾害的那天起 除了抗战在一线的抢险人员之外 在距离台风中心千里之外的北京 连日来 为了抗击利骑马台风 水利部的工作人员 也是一直在忙碌着 从台风利骑马8月10号登陆以来 这个会议室就成了水利部 抗击台风的指挥中心 尤其是那个退水的那些江段 今天要特别提醒他们 越退水的越要上人 加人 千万不能捡人 更不能松懈 可千万 随着利骑马影响区域北移 未来几天 华北 东北等地局部地区 最大降雨量将超过500毫米 因此专家预判 山东 河北 辽宁 吉林 黑龙江的 多条河流将会出现明显洪水过程 水利部部长鄂敬平告诉记者 他眼下最放心不下的 是接下来东北的汛情 这么大的强降雨 肯定对水库 提防 都会带来重大的挑战 因此必须要朝前把这些工作 安排部署好 这样一旦来水了 都能够有效地去 按照原来设定预案 去实施我们的措施 目前进入抗击台风防汛的后期 但也是关键时刻 水利部仍有九个工作组 吩咐浙江 山东 河北 辽宁 吉林 黑龙江等省 防汛一线协助防洪 也说不清楚了几个小时 睡一睡有时候就醒了 开完会这么晚 开完会布置完工作 心里有踏实一点吗 让我说真话 没有踏实的感觉 只有这场雨 真的下到地来 并且我们经过 我们有效的防御工作 让它能够安全地入海 这时候心里才敢踏实 受到利器马的影响 辽宁多地谱将大刀暴雨 海况较差 多个海边浴场都关闭了 12号下午5点左右 辽宁营口消防救援支队 接到了一男子的报警 说自己的女儿 被海浪冲进了海里 急需救援 消防人员立即赶赴现场 发现女孩坐在游泳圈上 漂浮在距离岸边 100米左右的海面上 风浪较大 随时有被掀翻的危险 紧急情况之下 消防人员立即驾驶摩托艇 开往女孩被困为止 经过救援 女孩被安全地转移 消防人员了解到 该浴场从10号开始 就已经关闭了 女孩的家长不顾浴场警告 擅自带着家人进入 导致险情发生 消防人员对女孩的家长 进行了相关的批评教育 我们看到这是游客擅闯 已经关闭了浴场 遇到了险情 所以是明知有危险 还以身犯险 而这样的情况是大有人在 最近在辽宁沈阳 一公园因为台风临时关闭了 尽管公园的门口 立有禁止攀爬的标识 但是一些老人依旧我行我素 纷纷翻越大门进入公园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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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走 鼓你一把 来 来 多大了今年 69 没有那么满 哎呀好 慢点慢点你就是卡着 哎呀 你怕産是吗 産了就産了呗 我怕卡着你 卡着你了 还进去干嘛去 走圈啊 那还发动吹 嗯 你听说哪吓人 天天习惯了到外面 大吓人 他这个 开风啊 院子风啊 他树杂倒了 多杂点的 整起来看到风 我都往这跳了 这大树多大的 往这跳的 八多岁 八多岁的 他往里面 飞得进去啊 满车里就不行 雨天开车 最能考验司机的 出行文明素质 近日在山西太原 一辆汽车 经过积水路段时 司机一点也不减速慢行 导致积水是 溅起了近两米高 而一旁的行人 全身焦透 那么这位驾车的司机 也很快就收到了 交警的罚单 这次的十年内 首张行径积水路段 不减速的法单 他员交进取回中心 去行广大建许园 因雨天或行径积水道路 使用转积水路段 应当坚数慢行 驾驶的同时 应尊重其他交通参与者 不要地避免交通事故的发生 我们继续来看新闻 8月13号晚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国务院副总理 中美全面经济对话 中方牵头人刘鹤 应约与美国贸易代表 莱特希泽 财政部长姆努钦通话 中方就美方拟于9月1号 对中国输美商品加征关税问题 进行了严正交涉 双方约定 在未来两周内再次通话 商务部部长中山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刚 国家发改委副主任 宁吉哲参加通话 再来看下一条 商务部昨天发布的 最新数据显示 今年1到7月 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 24,050家 实际使用外资金额 5,331.4亿元人民币 同比增长7.3% 7月当月 实际使用外资 548.2亿元 同比增长8.7% 具体来看 今年1至7月 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 1548亿元 同比增长2.7% 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 3715.7亿元 同比增长9.3% 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 同比增长43.1% 占比达29.3% 高技术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 590亿元 同比增长19% 其中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业 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 医药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 同比增长32.8% 29.3%和22% 高技术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 973.9亿元 同比增长63.2% 此外 我国东中西部地区 自贸试验区实际使用外资普遍增长 主要投资来源地中 欧盟增长较大 西部地区增速最快 同比增长25.2% 自贸试验区同比增长14.6% 高于全国增速7.3个百分点 主要投资来源地 投资的热度不减 欧盟实际投入外资金额 同比增长18.3% 再来关注到近期的物价 数据显示 7月份 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 同比上涨2.8% 涨幅较上月扩大0.1个百分点 连续5个月处于20代 造成物价上涨的因素都有哪些 下一阶段 我国的物价总体走势又将如何 针对这些热点问题 昨天国家发改委做出了回应 进入7月份 由于石令水果蔬菜大量集中上市 市场供应充足 价格均呈现明显回落 36个大中城市的监测数据显示 8月上旬 15种蔬菜平均零售价格 回落到美金3.02元 比2月中旬高点下降28.6% 此外 苹果 橙子 梨 西瓜和香蕉 五种水果平均零售价格为美金6元 与7月上旬相比下跌6.7% 其中西瓜梨价格降幅均达到20%左右 随着水果蔬菜的价格回落 夏凉丰收 农产品文产增产 工业品供应充足 我国物价总水平 有望继续保持基本平稳运行态势 受非洲猪瘟疫情影响 近一段时间来 猪肉价格出现上涨 国家发改委表示 目前已经出台了多项扶持政策 扩大生猪产能 部分无疫情养殖场能反母猪存栏 扩大近一倍 一些规模养殖户 生猪出栏量增加了20%到30% 此外 今年上半年 鸡 牛 羊等替代品供应明显增加 其中肉鸡出栏量同比增幅达到15.8% 整个肉类蛋白供应总体平稳 与此同时为应对猪肉价格大幅波动 今年4月份以来 全国已经有29个省份启动了价补联动机制 共计发放价格临时补贴超过20亿元 补贴困难群众8千余万人次 建立了一定规模的猪肉储备 可以有条件有能力 保障在中药节假日和消费高峰期居民的猪肉消费 另外一个方面 也进行了专项部署 加强市场的监管 打击 吞击 巨奇 传统涨价等不法行为 同时也是非常重要的 继续加强非洲猪瘟疫情的防控 然后尽快的恢复生猪的产能 进入我们的系列报道 解码业经济 业游经济日渐流行 一些传统的景区景点也开始介入其中 比如说江苏的扬州 著名寿溪湖景区 最近就上线了一系列的业游项目 泛州 纳梁 赏月 景区希望以此在业经济市场上 占据一席之地 观众朋友 我现在就是在位于寿溪湖的东滴码头 那么马上我将乘坐我身后的这艘摇路船 和您共同开启一段难忘的水上之旅 泛州湖面 夜晚的寿溪湖 宛如一幅多彩画卷 徐徐展开 月随船行 徐园门前笛声鸟鸟 钓鱼台上销声悠悠 夜色中的钓鱼台 白塔 舞厅桥等古建筑 犹如多彩的宝石 镶嵌在寿溪湖面 船行途中 装扮精致的扬州船娘 还会放歌一曲 为游客和市民助兴 非常美 我觉得用一个词来形成就是美不胜收 左右全都是鸡儿 太美了 一直就拿手机拍 拍得快没电了 提升夜游的体验感 寿溪湖景区还专门在小李将军画本等景点附近 安排了木偶 古征 琵琶等文艺表演 游客和市民可上岸近距离体验扬州文化 增加了这个演出的层次和演艺项目的丰富感 增加了很多文化元素 西春台演出以及我们的春江花月夜维美扬州大型实景演出 每逢周五周六周日晚上七点至九点都有寿溪湖夜游活动 票价为120元每人 晚上八点前登船的游客还能观看到春江花月夜实景演出 美景自然要有美食相伴 寿溪湖新打造的美食夜市也在夏日的夜晚给游客带来了不一样的体验 朋友圈有句流行语叫做美食与美景不可辜负 那么在寿溪湖东门的1757美食街坊呢 您可以将二者是完美兼得 寿溪湖美食夜市占地面积2500平方米 设全国美食和乐队助唱两大区域 可容纳至少300人就餐 在全国美食区共有逆制龙虾 烤牛蛙烤全羊等全国各地美食任游客挑选 种类多达120种 夏天的夜市怎么能少了啤酒和龙虾就得明星呢 那么在我身后这个摊位呢就是制作龙虾的一个区域 那么我们来请教一下大厨厨 我们的这个龙虾它有什么样的特色 龙虾这个东西口味有很多 但是我们选择了最经典的几种口味的龙虾 一个是十三香的 然后有清水的 有冰镇的 麻辣的和蒜泥的 这样可以满足不同人群的口味的这个要求 品尝美味佳肴的同时 在乐队助唱区 扬州曼等知名乐队 纷纷登上舞台 现场演绎经典曲目 为游客助行 这边不仅有美食还有音乐可以听 然后很吸引一些年轻人过来 然后就是还是一种不错的生活方式 据了解美食夜市是寿西湖景区 放大扬州的夏日旅游品牌 丰富游客体验的创新之举 美食夜市开放时间 为每晚18点到22点30分 此外每逢周五周六周日晚上7点至9点 游客还可以从码头登船 开启寿西湖夜游之旅 景区负责人表示 据不完全统计 通过夜游和美食夜市相结合 推出满足游客不同需求的旅游产品 将寿西湖游览时间 从以往的白天延伸至夜晚 延长近五个小时 夜游周末三天接待游客1000人次 美食夜市每晚接待市民游客300人次 衍生出可观的夜经济效应 美食夜景演出 这个扬州的夏日 在寿西湖 您可以实现味觉 视觉听觉享受的完美融合 和家人一起来这里体验 与白天不同的夏日浪漫 与湖上风情吧 国际方面 韩国政府12号发布 战略性产品进出口公告修订案 决定把日本移出韩国贸易白色清单 13号日本方面认为韩国的做法违反了世界贸易组织协定 并无正当理由 而韩国当天回应称将日本移出白色清单有据可异 共同社13号援引日本外务省官员的话报道 对于韩国政府宣布将把日本从优惠待遇的国家名单中 剔除一事 日方认为韩国违反了世贸组织协定 并无正当的理由 随心所欲的性质强烈 不过日本政府的立场是不做过度反应 同一天 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官员对日方称 韩国举措缺乏根据的说法予以否认 并称韩方已掌握日本违背瓦森纳协定等 国际出口管制体系的宗旨和原则的案例 这位官员表示 考虑到日本曾违反国际出口管制原则 并且不当做法至今没有改观 韩方据此决定 对出口管理制度做出例行的改进 将日本移出白色清单 该官员说 日方可在韩方征求意见期间 提出交涉 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12号曾表示 将在本月14号至9月2号之间 就日本移出白色清单的 战略性货品进出口告示修订案 征询公众意见 接受审议 并于9月中旬付诸实施 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长官 程允摩表示 日方如果在意见征询期内提出请求 韩国政府愿意与日本 在任何时间和地点进行协商 从13号开始 法国巴黎市政府在巴黎圣母院附近区域 使用高压喷洒的方式向周围土壤当中 释放能去污的表面活性剂和胶粘剂 从而深度清理 因巴黎圣母院大火造成的氢污染 据当地媒体报道 相关部门将在清理行动结束时 回收这些表面活性剂和胶粘剂 整个过程至少需要五天时间 当地时间12号 巴黎警察局封锁了巴黎圣母院周边一带的交通 以便在13号开展清理活动 交通封锁将持续至8月23号 期间巴黎圣母院附近的部分地铁站和公交站将关闭 公交车改道行驶 法国法兰西大区卫生局6号发布的数据显示 自巴黎圣母院遭遇大火以来 175名儿童接受血迁检测 其中两人血液含铅量超标 法兰西大区卫生局呼吁继续开展清洁行动 并加强对相关人员的血迁检测 铁污染会损害儿童的心肾等器官 还会影响大脑发育 法兰西大区卫生局6月发布公告证实 大火是造成巴黎圣母院周边铁污染的起源 但这一地区空气中的含铅量并不会造成健康风险 建议附近居民用湿布擦拭家中物品 因为物品表面可能覆盖火灾所产生的含铅粉尘 并呼吁附近居民特别是孕妇和儿童等 接受血迁检测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47分 欧美股市已经结束了13号的交易 接下来我们就来关注一下欧美金融市场的情况 美国纽约股市三大股指13号上涨 板块方面标普500指数11大板块全线上涨 其中科技板块非必须消费品板块和通信服务板块领涨 截至当天收盘 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比前一交易日上涨1.44% 收于26279.91点 标准铺尔500种股票指数上涨1.48% 收于2926.32点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上涨1.95% 收于8016.36点 英国伦敦股市金融时报100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 13号比前一交易日上涨0.33% 报收于7250.90点 法国巴黎股市CAC40股指13号上涨0.99% 报收于5363.07点 德国法兰克福股市Dex指数13号上涨0.60% 报收于11750.13点 此外国际油价13号大幅上涨 截至当天收盘 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3.95% 收于每桶57.10美元 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4.66% 收于每桶61.30美元 纽约商品交易所黄金期货市场交投最活跃的 12月黄金期价13号比前一交易日下跌0.2% 收于每盎司1514.1美元 分析人士说 当天美元指数走高 纽约股市三大股指上涨 令黄金期价承压下跌 这本书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本书叫做《赢家法则》 生活当中我们常听到人们会说 好想成为人生赢家 那到底怎么样成为赢家呢 有没有法则可依呢 这本书的作者名叫博多·舍费尔 他呢26岁的时候破产了 但是只用了四年半的时间就实现了财务自由 所以在这本书中呢 他把人性的弱点还有成功的策略 做了一体的统一 然后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体系 来跟大家分享 这当中有很多生动有趣的例子跟故事 深入浅出地讲述了30条 他觉得能够获得成功和幸福的基本法则 所以如果想要成为赢家的朋友 不妨来看一看这本书 到底有没有用 读一读就知道了 如果各位对这本书感兴趣的话呢 现在可以拿着手机打开微信 摇摇摇动手机进入到抽奖页面 每天我们都会免费送书 今天要免费送出的是50本 需要提醒各位 一定要留下您的地址和联系电话 才能够把书送到您的手上 接下来再来看一下今天的互动话题 今天的互动话题是 快递取件二次收费 违法该如何监管呢 来看一下网友们的观点 网友画方画园就说了 我们老家呢 现在确实是取件收费 小件一元大件五元 当地工商部门应该负起责任 网友有多少爱可以重来 他说既然二次收费是违法行为 那就拿起法律武器 让违法者付出沉重代价吧 网友傅彦龙说 快递取件二次收费 主要就是乡镇快递公司的 配送成本比较高 建议快递企业提高 乡镇一级的配送费用补贴 另一方面呢 有关部门要通畅投诉渠道 加大监管力度 感谢各位的精彩留言 您也可以继续扫描 屏幕上的二维码 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来参与节目互动 那今天的第一时间就是这样了 明天同一时间 我们再会 再会 分享阳光 分担风雨 第一时间 第一印象 早上好 持续刷屏多天的立起码 总算是在昨天下午停编 不过虽然是停编了 但是风雨影响却并没有结束 还在继续占据着大家的视线 那么今天在东北地区降水 还会继续的向北发展 雨大的地方会成狭长分布 需要我们注意的是 立起码虽然越来越远 但是之前对咱们比较友好的 10号台风罗沙 却在逐步的靠近东北 明天黑龙江的中东部 吉林的中东部 辽宁的东北部等地 都将会有大到暴雨 距地大暴雨出现 因为最近这一代 频繁地出现强降雨 导致当地中小河流 气象风险较高 大家还是要继续注意防范 可能会发生的中小河流洪水 山洪 逆石流滑坡 还有城乡积澳等灾害 另外我们都知道 地质灾害和水位上涨 具有滞后性 所以说即便之后 雨是减弱了 最近一段时间 大家最好都不要去 山区附近 还有河流湖泊附近活动 而在南方 高温也在顽固地坚守 今天南方的高温面积 还是非常的广泛 那么比如说武汉 南昌 重庆 长沙 今后一周 可能都会连续地出现高温 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南昌 因为截止到昨天 南昌的连续高温日数 已经是达到了20天 已经排进了 当地观测记录上 连续高温日数的前五 加上之后的高温 要继续注意防树降温 而在北方 西北地区的东部 华北的西部 黄淮西部等地 随着天空的放行 高温可能会再度出现 不过北方主要是干热为主 而且加上昼夜温差比较大 从体感上来说 相比于南方 是要舒适不少的 来看城市预报 北京多云转晴 21到32摄氏度 哈尔滨终于转小雨 19到23度 长春终于转雷震雨 20到24度 沈阳终于21到25度 天津多云 23到31度 呼和浩特晴转多云 16到29度 乌鲁木齐晴 22到37度 尹川晴 18到33度 西宁晴 8到27度 兰州晴 14到33度 西安晴 19到34度 拉萨小雨 11到21度 成都晴 23到33度 重庆多云 27到36度 贵阳多云 20到30度 昆明中雨 17到25度 太原晴 20到33度 石家庄多云 24到32度 济南多云 21到30度 郑州小雨 转多云 23到32度 合肥 24到34度 南京 请26到32度 上海多云 27到34度 武汉 请转多云 26到36度 长沙 长沙 请28到36度 南昌 多云 28到36度 杭州 请24到35度 福州 小雨 转多云 27到35度 台北 小雨 转阴 26到31度 南宁 多云 转阵 26到37度 海口 多云 27到35度 广州 雷阵 26到35度 香港 雷阵 28到32度 澳门 雷阵 28到33度 北京 多云 转 21到32度 太阳塌起的珍藏 一路上不停的奔跑 要在第一时间看到 把全世界的照耀 花儿踏起的珍藏 最美是 它的舞蹈 要在第一时间盛开 让全世界的微笑 第一时间 与新鲜见面 第一点是 山下左右 和你心的中间 第一时间 第一时间 与新鲜见面 第一点是 东西南北 和未来的身边 就在第一时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间 目标 有点 新鲜 小伙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